青山是一個真實存在的精神科住院的醫院 我就是在那裡服務的 大家印象中它是一個住院的地方 但其實我們也有很多的門診服務 尤其是今天我們所說 一些有認知障礙的人士 其實他們未必需要住院 不過可能就會接受我們精神科的門診服務 我用少許時間 雖然今天我很榮幸可以做主港嘉賓 不過其實我講的是一個簡介 其實真是最到辱的事情 就是之後我們幾個過來人的分享 很多時候我都是聽他們說的 才知道原來事情是真的這樣發生 今天我們認識一下甚麼是認知障礙 有人聽過甚麼是老人癡癌嗎? 應該有吧 老人癡癌症現在已經開始逐漸改名 就叫做認知障礙症了 不過我們今天再講闊一點 我們講一下未必一定是那些那麼嚴重 去到有病症的人士 我們講一下一些 因為種種的原因而導致認知障礙 究竟他們會有甚麼特徵、有甚麼病症呢? 有沒有聽過人來講認知能力? 應該都略略有見過這些字 在報章雜誌或醫生與你訪問那裡 不過很多人以為認知能力就是等於記性 所以一個人有認知能力的問題 或者認知障礙就是沒有記性 但其實是未必一定的 認知障礙或者認知能力 我們是在講幾個層面的問題 第一的認知能力就是記憶力 的確是我們要有完整的認知能力 我們要記到一些東西才行 因為這個是入門第一步的 你幻想一下 如果你是一個真的走兩步 就一些東西會不記得的人 資料根本是進不了腦袋那裡 你當然是做不到任何分析 做不到任何判斷 所以認知能力很重要 在記憶力上面 第二件事就是專注力 專注力就是說你可以專心地去做一件事 維持一個合理的時間 除此之外亦都在講一些其他的專注力 很靜的時候你要專心 就看你自己可不可以專心 但有時候我們的專心是會受到外間影響的 譬如很吵 很多分散你注意力的東西 譬如在看電視的時候看書是比較難的 又或者有時候 你的確是同一時間要顧兩件事 譬如媽媽煮飯 又要煲湯 又要蒸魚 又要炒菜 同一時間你要多方面的專注力 這種是另一種專注力 所以專注力其實這個範疇都會很大的 第三就是語言能力 語言能力就包括你能否聽得懂我所說的 和我能否表達到我想說的 第四就是一些處事的能力 其實就算你記得你專注到 你的語言能力足夠 也有時候有一些事情你是不能處理得到的 可能是你不懂得做 又或者做起來 覺得好像手、腳全部不協調 都會影響到你的處事能力 第五就是洞察環境的能力 譬如你大約知道自己在哪裡 你認得你身邊的人是認不認識的 是不是熟人還是生寶人 然後就是社交能力 社交能力也是認知能力之一 或者你很難想像得到這些 和認知障礙有甚麼關係 所以我就由現在說 究竟認知障礙在這六個範疇裡面 如何可以表達出來呢 說一下病人那些事情 記憶力 有認知障礙的人士 很多時候他們的記憶力都會首先受損 但是你們知不知道 一些長久的記憶 譬如我三、四歲的時候的事情 我會先不記得 還是一些昨天發生 發生這麼近的事情 我會先不記得 對,為甚麼 我沒有傷心 沒有人傷我心 你想多了 其實我們一些很遠的記憶 譬如我們童年發生的事情 當然不是說那些一、兩歲 大家不記得的事情 但可能十歲、八歲發生的事情 它已經在我們的記憶系統裡 很多年了 我們時不時又會拿出來想 所以經過這麼多的訓練 其實我們記得很深刻 但反而昨天的事情 其實一來可能沒甚麼重要性 二來我可以鍛鍊的時間不多 所以其實會記得比較淺 有認知障礙的人士 他們可能會首先 會沒有這些短期的益先 但反而可能他自己 很多年前 他在哪裏打工 那個經理叫甚麼名字 那些他就會記得清楚些 那個經理 感谢观看